台湾尽速滑冰女将黄玉婷 练习时传大陆对付惹议 赛前喊加油的蔡英文和苏贞昌 赛后却改口下令调查陈楚 应该维护国家的尊严 相关的行为极为不当 在两周内我们会做成处分跟决定 不过外界也吐槽 如果黄玉婷有重大问题 当初为何开幕还让她当长期官 如果她是传美国对付 蔡政府难道也会陈楚 更有人疑惑黄玉婷如果夺牌 秋后算账恐怕遭就不算 真的这么严重的话 那你们还让她当长期官 你有病吗 一开始假装一副不想成处的样子 是不是因为怕万一她得牌了 下不了台 动用国家机器大炮打小鸟 政府遭质疑完全是抗中情节 拿选手当政治机器 他犯了什么天条吗 现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他必须有的人负责 杀他刚好就是最好的 国内放了这么多大事疫情 不去解决 然后就追着一个小女生穷追猛党 笑掉大哑了 你就搞什么东西吗 过去蔡英文曾经说 没有人需要为自己的认同道歉 如今黄玉婷道完了歉 执政者却还是用国家机器追杀到底 记者黄明君陈怡肉 台北报道